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大理区爽文陆市府建设局市资2000多万,进行全长约2.3公里的陆平专案,但上月底才铺上柏油,没想到完工才7天,7日有民众经过时发现又开挖施工,质疑市府浪费钱。 台中市建设局解释,有民众反映自来水管破管,若不修复,情况恐变严重,才通报水公司紧急抢修,当天已修复完毕,会要求以一个车道方式铺平恢复。 大理区爽文陆是大理二汽重化区内南北向的重要联络道,每天通行汽机车众多,已经多年未重铺,路面破损,均裂,市府赤资2200多万,上月底从永龙九街到东明路,以及东荣路到国中路口,进行全长约2.3公里的陆平专案,摆油重铺工程在7月30日就完工, 分段陆续画设标线,民众原本都开心有平坦的道路可走,但7日有民众在脸书大理人聊天室是贴出照片,只见工程人员开注挖土机,在爽文路和德方路口开挖路面施工,不少网友看到,对于才刚铺好不到10天的路面就马上开挖,都留言超扯,建设局第四工程队澄清,当天接获民众通报, 制水罚漏水,路面明显湿了一大片,怀疑是自来水管破管,立即通报水公司到场查看,确认破管,担心若不处理漏水情况便严重,恐让路面逃空下陷,经紧急抢救当天已修复,建设局说,配合这次陆平,今年3月就协调台电,中华电信先将人控下的,总共有约6成人控配合陆平下地, 建设局也要求各管线单位三年内不可擅自开挖,但若是自来水,天然瓦斯出现破管,为了大众安全,会准与开挖抢修,并要求抢修后以全车道方式重新涂涉摆油,将路面损坏影响降至最低。 兔布